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像国内的心理学家最近就在聊中心病的问题 这个不是我们这边的临床准断标准 但是国内的心理学界都会用这个来代表一种现象 就是在心里发空 然后你的生活好像找不到方向 不知道以后要去做什么 这种感觉非常的不好 让你觉得很没有安全感 也找不到人生的方向 然后他们把很多这方面的症状称之为空心病 这个是国内心理学家做了一个演讲 而且网上有很多这方面的稿子 大家可以上网去找去读 我们说基本上为什么你会不开心呢 有一部分是基因的原因 这个要取决于具体是多大的基因的原因 确实如果你有家族心理病史的话 你确实是比其他的人要暴露在更高的risk之下 就像是你去见那个其他的医生 就是那种physical doctor primary care 他们经常会给你列一个单 就是问你家族病史 对吧 心脏病史 糖尿病史 我们的心理学里面也是一样的 当他们来门诊见我们的时候 我们也会询问一下你家里的有没有心理疾病的事 可以是焦虑症啊抑郁症啊之类的 因为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你的家庭环境和你的一些基因的问题 环境因素那就很多了 可以是你家庭内部的环境 还可以是你周围 你人际关系社会工作的环境对你造成的影响 然后就是你的应对技巧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学会怎么去应对压力 怎么去对付不开心 怎么去调整情绪 都是从我们自己生活点滴学来的 最早是从父母那边学来 后来我们认识个朋友 然后我们跟其他的人交往 我们就从其他人的地方去学会 怎么去应对 有时候应对技巧的缺乏 可以导致你感觉 就没有办法去应付自己的情绪 而这个就是可以coach 可以培养的 有时候在专业的指导下 或者是像之后会听到这本书 就有很多的想技巧 你可以去运用 帮助你自己去调整自己的情绪 还有一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周围的人会这么说 我没事儿啊 我挺好的呀 比如说你有时候别人会问你 哎呀你最近看起来好像是不是你背的样子 最近还好吧 有的人会说ok啊很好啊 然后或者你会察觉到你可能周围的 比如说是你的癌痣啊 或者是你的爱人啊 然后可能最近情绪不太对头 或者你会遇到有些地方不太对近 你就想去问一下到底怎么回事儿 但他们自己没感觉 说你担心啥呀 我还不了解我自己吗 我ok啊 但问题是你真的ok吗 就想一想 我们现在有一个就是我们经常说personal hygiene 这个词儿 就是说我们大家都很注意照顾自己的生活自理啊 生活的卫生 对不对 我们每天都会刷牙 每天都要洗脸 呃女生化妆的话每天还要卸一下妆 每天就要注意换衣服呀 要干干净净的呀 经常去洗一下衣服呀这样子 就是我们个人的生理卫生 我们都非常的关心 那有一个心理学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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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提出了这么一个理论叫emotional hygiene 然后有个人听说过这个理论 是一个tag talk 他就说 ok啊 你的那个physical hygiene 你的个人的卫生管这么好 那你心里的什么 想一想 有在座的呢 有哪些人当你把手不小心咬破了 然后血流不止的时候 你会怎么办 你会认他去这样血流汪吗 会会做些什么措施呢 对 我想办法直血 如果伤口不大 可能伤口贴啊 消一下毒啊 如果伤口很大 像我之前有个朋友 啊 做伤的时候 做伤的时候 就是停不下来 立马就去了急诊室 因为很担心啊 会会发生什么问题 对不对 手会会坏死啊 会有什么问题 对 还有如果想一下 如果你不小心腿断了 就是摔断了腿 或者脱臼了 你会怎么办 你会拖着腿 继续去跑步吗 不会 因为我们身体上的疼痛太强烈了 给我们一个信号 哦 我现在要照顾我自己 我要去看医生 我要去止血止痛 对吧 那想一下你的心理上呢 如果 你有没有觉得你心里痛得不行 就有一些事情让你感觉这么悲伤 然后这么难过 你心里很痛 你有很多的emotional pain 但是有多少人 采取了紧急措施呢 有多少人是carriage 带着这种心理上的痛 然后拖着这种流血的心理的伤口 继续每天的继续工作 该干嘛干嘛 然后 很多人没有这个意识 中国人觉得说 看心理医生 非常严重的 论题的时候 才能够去看心理病 比如说感冒发燥 对 对 非常好的观点 确实是 因为很多人没有这种医生 不光是中国人 美国也是这个医生 因为这个心理学家 是一个美国人 然后他在美国也是意识到了 通过研究啊 临床方面 发现了很多这样的问题 就大家意识不到自己内心的伤口 也是需要紧急措施 就是有时候我们翻译过来 叫心理解救 有时候我们翻译过来 当你内心不开心的时候 你可以去见医生 如果很严重 或者自己也可以做很多事情 就像这本书 是一本顺处实际 就是怎么去自己帮助自己 至少要做一些什么 但是首先是怎么去意识到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经常听到我没事的时候 比如说想一下 我们自己有没有时候 是对别人这么说过 或者对自己这么说 试图说服自己 I'm okay 当实际上是I'm not okay的时候 所以这本书呢 很多人都有这本书 我的这个version不太一样 其实内容是一样的 我这个是feeling good handbook 网上也有 所以我这本可能看起来 比你们手里的本要大一些 其实它就是字体大的颜 表格大的颜 其实主要的内容还是一样的 我这两本都有 而且它已经翻译成了中文 它翻译成了很多语言 这本书畅销很久 这本书的作者呢 Doctor David Burns 是一个psychiatrist 就是一个精神科医生 所以他是一个医生 然后后来主修了精神科 他是可以由处方权去开心理精神方面的药物的 他是由这个情况下可以 药物结合心理疗法去治疗 这个对重度的精神疾病 比如说重度的抑郁症 重度的胶椎症之类的 还有其他的一些疾病 要结合药物治疗 他是可以的 所以这本书呢 我很推荐大家看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读过 听起来有一些人有这本书 有一些人可能不太了解这本书 没有关系 我今天呢 大概我不会完全的按照这本书来讲 因为这本书里面的内容太庞杂 我是会结合我的临床经验 把他的一些精华给取出来 然后大概的告诉大家 要怎么 怎样的干预手段比较有用 怎么可以自己去用 然后怎么自己去检测一下 什么时候是需要告诉自己 I'm not okay I need help 的时候 那这本书里面有两个基本的两表 Dr. Bruns他在中国的翻译就是 博恩斯 所以他的焦虑两表 Buns两表就是一个是焦虑 一个是抑郁 所以现在呢 我希望大家 你可以拿纸笔 你可以拿你的手机 我希望你们去做一下这两表 不过不用担心 因为我们心里里面很多都是保密的 所以你不需要跟任何人 share你的得分 这个只是为了让你们测测 而且要知道这两个两表 并不是我们临床诊断的两表 这个只是让大家有一个大概的 基本概念的一个 我们叫做Screening Tool 只是帮助你自己更加了解自己的一个工具 所以大家可以准备好 因为它有很多的那个数字 需要加起来最后得到一个最终值 所以你要是感兴趣自测的话 可以拿什么工具加减法呀 首先是它的焦虑两表 这个是焦虑情绪 它每一道题分三个 分四种不同的答案 从not at all 到severe 这个具体的程度 是靠你自己来大概的区分 比如说第一题 焦虑啊 神经症啊 烦恼啊 或者恐惧 注意这是过去两个星期之内 你是不是有这样的 啊 情绪 包括今天 过去两个星期内 包括今天 每一道问题 选一个数字 然后加起来 对 恐慌症我一会儿可以再聊一下 因为湾区这边我好几个朋友 家人都有恐慌症发作 这个还是蛮常见的 它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恐怖 但它其实是一个很常见的焦虑症 对 你有那种病死感 但是并不代表你快死了 就是你当时的那个情况下 你觉得自己好像发了心脏病啊 你就觉得喘不过气 心跳特别快 有的人严重到也需要叫救货车 但其实是心理的问题 不是生理的问题 所以这个虽然它听起来很恐怖 但它其实不一定是非常严重 而且要看自己的程度 有些人就是没有满足 就是zero OK 你并不是需要每一道题 都会有数字 有的人可能就会有这么几个 几条是满足的 也可以有焦虑症 或者你分数很多条 都满足的分数很低 也不一定会有这样的症状 生理症状 虚体症状 继续虚体症状 你会发现有各种的虚体症状 有时候是跟心理有关 而生理上你去检查 是检查不出问题的 这是最终的分数 当你把分数都加起来的时候 你可以大概看一下 你自己是在哪一个区间 这个技术这个不是诊断标准 但是这个大概的可以衡量 你现在的那个 到底是不是需要更加注意一些 这个数据也有 我找到了中文的版本 大家去网上搜 也能搜到中文的版本 这个是public 然后呢 他burns呢 他还有一个depression的 关于抑郁症的一个量表 同样的道理 每一道题相加 然后看总分 然后这些呢 大概是给你一个概念 什么样的symptoms 是焦虑方面的 什么样的symptoms 是抑郁方面的 焦虑和抑郁不一样 anxiety 抑郁是depression 但是治疗方法是有相通的地方 这都是很常见的抑郁的情绪的一些表现 这都是很常见的抑郁的情绪的一些表现 抑郁两百比较短 一共就只有十一道题 最后的总分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呢 只是帮助你更好的了解你自己 或者你周围的人 如果你担心他们的话 可以建议他们自测一下 网上也有很多program 你可以这样点击它给你一个最终的结果 这个呢 不管你测出来结果是怎么样子的 或者你觉得你周围的家人啊 朋友啊 是不是达到了抑郁标准啊 或者焦虑标准 没有关系 我想说的是 不管你的结果是怎样的 你不是 你不是唯一一个 有这种感受的人 你不是唯一一个受这个困扰的人 因为 这个真的是非常普遍 美国最新的 就是这种心理疾病方面的标准呢 是发现 大概有百分之 大概有五分之一的美国人 在一生中 都会有 某种心理方面的问题 可以是焦虑症 抑郁症 或者是其他的 包括OCD啊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心理症状 非常多 就是大概至少有五分之一的人 在生命中的某一个阶段 会发展出一个或多个心理方面的问题 然后呢 其中有六分之一的人 在一生中 会有至少一次达到临床标准的抑郁或者焦虑 就是说你觉得有些郁闷 或者你觉得有些紧张 不一定是说你就临床抑郁症 或者临床交流症 你可能就是有那么一段时间 确实是比较 你知道 就是不是很舒服 OK的 但是有一部分人 大概是六分之一的人 会发展成临床的那种交流 那就需要比较多的专业的干预 yes 临床是什么 临床就是说 需要找专业的人是帮你去的 因为说自己不太容易走出来 就是临床就达到临床诊断标准 就像你去见医生 他给你诊断糖尿病啊什么的 他也不能随便 看你有一个症状就给你诊断 是有一定的标准 你达到这些标准之后 才会给你诊断 我们也是一样 对吧 你达到这些临床上面的标准之后 我们会给你一个诊断说 特别你有抑郁症 或者你有焦虑症 需要治疗 对 那他有的结果 对 而且呢 产后抑郁症也是非常普遍的 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普遍 大概有10%到15%的孕妇 在产后都会发展出抑郁症 但是大部分的产妇 不就能修复 他只是一个荷尔蒙变化 然后带来的一个后果 就是有那么长时间 会觉得比较不开心 但是很多人最后就能恢复 当你发现过了很久 自己还没有办法恢复的时候 就要考虑是不是去寻求专业的心理干预 美国这方面 美国有个预防杂志 他针对美国人的数据就更高一点 他是说大概 每五个人中就是有一个抑郁症患者 所以说有五分之一 六分之一医生少也一次临床 那他要是没有去找医生的话 这个很好的问题 美国这些研究 确实就算是在美国这种心理学 这些病的人群 有一半的人都不会去接近医生 或者不会去寻求专业帮助的 确实是有时候要拖很久 可能在某种气质下 自己调整得好的话 可能就恢复了 但是有些人就这么一直拖 一直拖给自己生活 造成很多困扰都没有办法恢复 对 这个确实就准率是很低的 中国就更低了 中国很多没有意识到有问题 就意识到有问题之后 为了面子 或者为了其他各种原因 或者没有resource 就不会去治愈 美国这边的那个预防杂志 是说每个人医生中 至少会需要接受一次心理治疗 那女生是在每个月 经期来的前一段时间和经期当中 会有这么一段特别厉害的感觉 对 然后当你达到了一定的领床标准之后 就会被诊断为 经期抑郁中国症 据我所认为 美国有这样大量的 national级别的这种数据库 她会去问你很多 她是从每个州每个城市去取大量的样本 当然这个样本还是飞水车型的 还是没有很多 但是整体的数据就很大 然后她会问每个人各种问题 问你你有没有一段时间焦虑啊 抑郁啊 或者你有没有被诊断 然后那你有没有去见心理医生 有没有去治疗 很多人诊断了但没有治疗 还有人觉得自己经历了一段 特别灰暗的时期 但也没有去治疗 他们就是大概的有这么一个数据统集的 很多是CDC那些统集 还有一些是美国心理学会 或者美国精神医学学会 去做这样的数据统集的 而且很多这些data都是public的 可能就是作为researcher 你可以去找到 然后去analyze 对 这个的话就是很多时候 我不想把大家吓到 这个数据在那里 但是大家也要有信心 这个70%呢 就是说超过70%的人 一生中至少会一次有抑郁的情绪 这个并不是说你会有临床抑郁症啊 这个只是说 这一生中好像有了一段时间 因为某种原因 我就觉得特别的不开心 然后又感觉走不出来 短时间内走不出来 我们叫它抑郁情绪 它并没有达到临床标准 这个非常普遍 超过70%的人都会至少有一次 ok 然后 然后 这个50%和75%呢 是说不管你有什么样的心理问题 如果你去进行治疗的话 如果你比较严重 你去选择进行治疗的话 那基本上很多人 就一半的人 八个疗程就可以好转 但是这个疗程 规定 可以是谈话疗化 可以是药物结合谈话 也可以是单纯的药物 也可以是单纯的谈话 它这个比较宽泛 就是说大概给你的概念 如果去治疗的话 六个月之内可以看到 75%的人都可以恢复 或者是有非常显著的好转 而且很多人去看心理医生呢 这个数据比较杂 就有些research 是说大概40%左右的人 不用去见医生自己就好了 这个确实是有 因为尤其是当你不是很严重 没有达到临床标准的时候 你自己通过去活动啊 有些人通过教会啊 有些人通过朋友啊 家人的支持啊 慢慢的自己是会有好转 可能时间要久一点 所以不是说你就 一定要去看医生 但是如果你比较严重的话 自己容易走不出来的话 可能是需要一些专业的指导 然后80%到90%呢 是专门针对抑郁症 针对比较重度的抑郁症患者的话 一年内治疗 一年之内的康复率还是很高的 当然也不排除有些人 就长久的就是一直 一直好像 就是很有程度 疑难杂症 对就属于疑难杂症 或者就是生活中的问题比较复杂 你可以在office帮他治疗 但他生活中可能有很多问题 就没有办法解决 那他自己还是不容易走出来 对那就是那百分之十到二十个人 但是他可以经过长久的治疗 也是会有改善 所以这就是hose 就是希望大家知道 有很多的资源在外面 你不是一个人在奋斗这个问题 你可以寻求帮助 你可以寻求支持 然后像这本书提到的 你可以自己帮助自己 有很多的办法 其实你讲的都是指忧郁症 忧郁症跟焦虑症 你没有讲到譬如说其他的精神病 对 其他的精神病就是要看 其他的有很多种 实在太多 所以今天因为时间有限 我会主要讲焦虑和抑郁 然后后面当我讲到书的时候 我可能就会更general 我会大概讲 不管你在承受什么样的心理的困扰 有这么一些的方法是可以帮助你的 那就不是专门针对哪一个特定的疾病了 我后面讲一些干预方法呢 就是对什么都可以有很多效果的 具体如果有具体的疑问 关于具体的症状的话呢 可以在讲读之后问我呀 也可以考虑说 是不是要去建专门的医师去帮忙 对 因为我不想讲太细 我们有整个的 我们诊断 我们那个DSM的心理诊断手册 比这本书还要大 然后那里面的东西实在太多 我今天讲不了 但是如果大家以后有兴趣的话 我就可以看看能不能帮助大家 在以后的机会科普 对 所以不知道大家都有这种困惑 就是同样经历同样的事 比如说是失业 对吧 有的人很快就可以走出来 怎么看着还OK啊 那么有的人就觉得怎么都走不出来 要花很久的时间 而去越来越糟糕 越来越糟糕 那就在想 是不是每个人的承受力比同啊 还是说环境的因素不一样 比如说周围的人比较支持或者不支持 还是说本身这个人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就我们有时候会有这种想法 为什么在同样的灾难面前 在同样的事情面前 每个人他最后的结果不一样 应对保满于头 然后呢 这本书Dr. Burns 还有我们很多临床上用CBT疗法的人 就是行为认知疗法 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用这个疗法的人呢 是这么conceptualize我们的clinical case的 但是临床上有很多的方法 然后我们也不是只用CBT 但我今天过的这本书我会只讲CBT 那他是这么想的 就是你碰到一个事情 比如说是失业这件事情 然后呢 你的想法其实是最主要的 你的想法决定了一切 然后Dr. Burns主要是说 你的想法决定了你的情绪和行为 所以他这有一个model 是经典的CBT Triangle Model 就是说如果我失业了 这是一个情境 那我要怎么想这个事情 我失业了 有的人会想 我实在是太糟糕了 你看我什么能力都没有 人家当然lay off 就先lay off我 我实在是一个失败者 I'm a loser 如果你这么想的话 你会怎么感受呢 你心情会怎么样呢 肯定开心不起来哦 有的人会很伤心 很depressed 或者很焦虑 就我的未来在哪里 我要怎么办 就是因为你这么想 你会很大程度上 影响到了你的情绪 然后当你感受这么低落的时候 你的行为呢 你会很积极地去找工作 或者出去玩 去跟人交谈吗 很难 很多人在这么想自己 情绪这么低落 自己自信心 特别扁到尘土里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哎呀 真的是我就想整天睡觉 我什么都不想干 我没有硬气 然后一个人待在小黑屋里 然后就就也不想吃饭 不睡觉不吃饭 或者过多的吃过多的睡 然后也不想去见人 social way isolate 这是行为 然后你当你这么做的时候 你会继续这么想 当然生活就不会有所改变了 很难有所改变 很难就是说 天上掉下笔 咋到你说 哎有个新工作 对吧 你还不去见人啊 你就会继续这么想 就觉得你看你看 过了一个月了 我还是没找到工作 但实际上你没有在找 但是你会说 哎呀一个月了我还没找到工作 更加肯定了 我是一个loser 我就是一个失败的人 然后你就陷入这种自我循环里面 对 对 而且你就只看这些负面的 哦 没有人 你看没有人来看我 没有人来问我一下 没有人关心我 我自己又找不到工作 我就是个loser loser loser 然后就这样循环循环循环 还有的人会这样 他的想法会是 另外一个 也是比较负面的想法就是 全是你的错 全是我boss的错 全是我爸妈的错 全是我爱人的错 你看都是因为他们整天搞得我不安宁 我没有心思好好工作 或者他们老是挑我刺 从来看不到我的好的地方 结果 你看lay off了 这根本就不是我的错 我还是有能力的 但是我是块蒙尘的金子 没有人看到我的优点 你就会很不平 你这样的感受就很忧愤的会很愤怒 然后很愤怒同时也会很伤心 就觉得为什么为什么没有人看到我的优点 然后为什么周围的人对我这么me 然后那你当然行为上你会怎么做呢 每个人的行为和不太一样 有的人这么想的时候就会跟别人拉开距离 你对我这么me 我还不要理你 你对我这么me 我离你远点 然后既然没有人了解我的优点 那我不要去尝试了 对吧 这样的话对你的环节也没有改变 所以这个model是CBT 我们临床上CBT的疗法里面是怎么去看问题 然后我们有时候会帮助患者 用这个角度去理解他们的行为想法和感受 然后临床上能做的东西有很多后面会讲 很多时候是你没有办法改变你的感受 就比如说你在哭你在很难过 如果我跟你说 开心一点开心一点 不会work呀 你会立马就不哭了 然后就开心吗 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去强硬的改变你的感受 但我们可以做的是你的想法 你为什么这么想 我们来看看你的想法 有没有什么可以做的 你的行为 有没有什么可以把你的行为进行改变的 让你更跟别人更connect一点 然后通过改变这两个 你可以改变这整个 一点有感受的 我现在很不开心的时候 我去看个笑话 那么这个其实直接是对我感受的 让我更加开心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distraction tool 就是我们说你跟在你的注意力 就让你的想法 就让你的想法 就在那么negative上面 你去想别的东西了 到你的想法不这么负面的时候 你去想别的东西的时候 你的感受也就不会那么intensive 所以distraction是一个很好的tool 我们在之后 如果有时间的话 我也会提一些有哪些好的人 可以自我distract the tool 但是你不能一直依赖那个 比如说你每次都不开心 就专门依靠去读笑话 看几句啊 坚持不了多久 因为你的问题没有背景 我刚刚那个其实上次感受 改变 那个改变其实是最根本的 是改变想法 因为你的 你把你的mind 从那个 你的focus上的想法给移走了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confuse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 我是在改变我的感受啊 你看我突然间感受就变了呀 但其实想法废太废太 我们的想法就几秒钟之内有 成百上千的想法 你根本都抓不住 所以很多人就会意识不到 原来我的想法才是最根本的 但如果你真的去slow down 去看你的想法的时候 你会发现 哦 我真正脑袋里面在想很多东西 然后给我造成了很多的困难 对 所以有时候这一方面是需要我们帮助的 你去slow down 去catch想法非常好是你 嗯 对 我有时候这个想法 一秒钟就想出来 但是我要把它变成文字的话 对 要很多的努力和纯利 对 然后那就是一个很基本的问题 大家都想问这个问题 我到底该怎么办呢 那我如果有这些困扰的话 我到底能怎么办呢 有没有什么可以帮助自己的 或者别人怎么来帮我呢 有这个几部 有这个几部 然后这本书没有很很很清楚的列出来 但是是一脉相承的 就是cbt里面 我不是说有三的c 都是以c开头的 就是catch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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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会继续讲一下这三步 因为这些就是cbt里面做续改变的最基本的东西 然后第一步就是tatch 就像你刚才说的思维那么快 我又抓不住怎么办 但是抓住你的思维是非常重要的 你要知道到底你在想什么 然后我会举些例子 大家可能会有同感 然后原来我是这么想的 首先看看这个例子 哎真的有人会这么想哦 然后就你看这么久还没回复我 或者教授啊什么的 这么久还没回复我 哎呀 这个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尤其是当你觉得你的position已经不太安全了 有没有人有时候会有这种感觉 哎怎么我一过去 大人是突然 肯定在背后说我坏话呢 不知道在说我什么呢 我昨天可能好像刚跟那人吵了一架 搞不好就在说这事 对吧 然后我会听到很多朋友啊 我也会这么讲 这个呢 其实你就是把你自己放在一个side kick的角度 然后你就在那里说 我有这么一个水晶球 我有独心术 你看我就通过你们的这种表情啊行为啊 我就知道你内心在想什么 我就通过这么一件事 比如说email 还有两个小时没回复 我就只能预测未来水晶球 预测未来嘛 我通过这个我就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 而且我非常肯定 很多人会这么想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感 可能例子会不一样 但是想象你生活中有没有觉得 我可以去了解对方的内心 我可以知道我的未来会发生什么 而我的所有的证据只有这么一点点 其实 但是我又那么确定 这个是非常常见的一种 另外一种 比如说 哎呦这个好难呀 我做了半天都没做出来 哎呦我什么都做不好 你看这又是另外一个例子 告诉我自己 我啥都做不好 然后有时候早上喝咖啡的时候 一不小心 好了 本来好好的一件衣服脏了 然后觉得哎呦我今天一天就没好心情 这早上发生的事儿 让我知道我这一天就这样了 啊非常的消极 如果失恋了 或者当高中啊什么 现在很多高中生意流出一个这个问题 哎呀一段感情的失败 我永远都没戏了 就要一辈子戴下去 就像这个图片说的 有时候就是觉得 就觉得灾难要来了 就特别的灾难化 就catheterized 然后你就觉得哎呀 一件这个小事 我的整个world都end了 然后什么都往最坏的方面想 而且你这个思维跳得很快的 很多人从一突然跳到一百 那中间过程全都没有 我这一件小事 现在发生了一件事儿 比如说一个作业没完成 对孩子来说 一个作业没完成 我没有未来了 一个作业没拿A 我上不上大学了 我以后要乞讨了 乞讨了 乞讨为生 真的有患者来说 我这么讲哦 我听了以后觉得哇 然后我说 真的是从一跳到一百哦 什么样的中间所有的过程 这些很多想法你会发现 他们是overlap 他们是互相相关 或者说都互相有各自的影子的 而这些想法是通过调查研究 发现每个人都会有 我也会有 然后每个人在医生中 都会有或多或少这样的想法 就是取决于你的level在哪里 有的人想的特别的恐怖 然后走出来就卡在那里 stuck了 有的人想一想 诶 ok了ok了 我就想太多了 然后他可以出来 他就没有很stuck 对 所以就要看每个人的level 有些人这些想法 真的会成为他们的半讲师 然后看看这个 如果我不能就像你说的 我不能完美的完成这个的话 我就是一个无能的失败者 我不能perfect 很多孩子会这么说 很多teenager 尤其是湾区的teenager 还有家长 会说没有全A 哎呀 跑来找我 那个家长很紧张的 带着孩子进来 说什么原因 哦 拿了一个A 拿A咋了 没拿A加 全A加 有问题 这孩子有问题 赶快去 然后这家长也是很焦虑 搞的孩子也很焦虑 觉得哎呀 我没有全拿A加 我没有未来了 很多家长这么吓孩子 说你没有全A 或者你没有全A的话 你以后就只能住桥洞哦 你以后考不上大学 没有未来哦 然后就把孩子吓到不行 因为小孩子他们 其实不了解未来的生活 也会怎么样 然后我们就会加 或者说 或者还会有一点 完美主义倾向 所以就是说 你看事情 只看到两个极端 我要不然就把这个做到最完美 要不然就完全不做 就是你中间完全看不到 middle ground 或者有时候我们叫 middle path 就是我看事情 只从极端的角度看 我不去考虑它中间的所有这些可能性 这个是非常常见的 基本上每个人都有 然后有时候我们会 在通过聊天的时候 发现患者有这种想法 我都把他们处出来 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哦原来我这么想的呀 怪不得的 然后呢 还有这个 这个也很经典 也很很多件 就我必须要怎么样 这个我必须得这么干 然后待在这个时候完成 哎呀我真不应该呀 我应该我不应该啊 然后 哎呀就在不停的指责自己 然后给自己定很高的标准 我应该这个这个这个全都好 我应该十项全能啊 永远都十项全能 永远都什么都handle的很好 然后 叫should statement 很多人都会这样 尤其是有完美主义倾向的人 会用这种必须should should should 来规范自己 但是这个没有什么 这个有时候是很好的motivation 但问题是 如果你给自己标准定的太高 然后很难在预期的时间内达到的时候 你会给自己非常大的压力 然后当你达不到之后的后果你要承受 然后你就会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怀疑 就会导致你损害自己的自信心 然后做家长的 会用这种行为 这种语言去评价自己的孩子 或者你看自己的孩子有这种要求 那就会把这个 就会让孩子很焦虑 让孩子变得like 哦我必须要这样 必须要那样 但如果你真的去问那个孩子 为什么呢 比如说我爸妈说的呀 我应该 不是很正常的吗 如果爸妈给我收了这个标准 那我就需要去努力达到的呀 因为很多孩子他们会有这种想法 觉得可能在做小时候 可能也有这种想法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 如果你没有孩子的话 你可以回想一下你小时候 因为有很多孩子在小时候 都想努力的去取悦自己的 你想努力的做到最好 然后让你自己的父母 为你感到骄傲感到开心 但当这个标准过高 然后你达不到的时候 你会非常的痛苦 然后有些孩子就会很郁闷很抑郁 或者很焦虑 就觉得哎呦 我这次做不到 下次会不会还做不到 那要怎么办 父母会不会对我很失望之类的 至少我当我回想 我小时候的时候 觉得有时候 确实是有一些这样那样的想法 这是另外一个 这个这个我出了一个错 现在那我走 我为什么总是怎么找到 然后看周围的人 可以是看自己 也是看周围的人 看比如说是看你的伴侣 如果一起生活了很久 有整天争吵的话 你就看 你看到处都是缺点 就整天都不定是缺点 然后这个做的也不对 那个做的也不对 这个也让我很讨厌 那个也让我很讨厌 或者是对孩子都会有这种 然后有人就说 哎我怎么会有这样的家人 我怎么会有这样的伴侣 你觉得日子过不下去了 或者是自己 你看我缺点这么多 我哪里都不好 我当然不能升职咯 基本上你在做的就是 拿着一个放大镜 去找缺点 找自己的和周围人的缺点 然后有时候我们就说是 有色眼镜 有很多种说法 我比较喜欢有色眼镜这个说法 因为 我说你就看 戴着眼镜 就好像戴了墨镜一样的 把所有的你看到的东西 都过滤了一层颜色 因为你有这种mental filter 所以你看所有的东西都是 变化的 就不是它原本的颜色 所以你看所有东西都是缺点 都是负面的 这是这么小的事儿 不要表扬我了 这真没什么 这很经典的中国人 是吧 哎呀你做的太好了 哪里哪里 一点都好 我比如说拿到一个大公司的offer 或者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什么什么成就 别人恭喜啊 我说没没没 完全不是能力的问题 都是运气 都是运气 这是什么 刚才那个正好相反 你放大了负面的 但是你选择遗忘正面 就是你自己好的地方 你都不给自己credit 很多人不会给自己credit 我做的哪里好 我有哪里哪些优点 你光去关注 我哪里做的不好 我哪些缺点 这都好重要啊 优点算啥 这个真的是 每个人都能做到 我也没有什么特殊的 就当你这么想的时候 你在贬低自己 然后给自己 会造成很多的心理上的压力 还有这个 比如说你说你骂自己 我车大惨瓜 然后没有车头车尾的失败症 这个可以有很多原因 你可以在任何情境怎么骂自己 我想大家可能获得或少有这样的经历 这个有时候我们说贴标签 你真的是在label你自己 你通过自己的一些行为啊想法 然后你就说自己是这个样子 因为这个就很危险 因为你有时候这么想自己的时候 你就真的是一种自我确认效应 你就自己在那里把自己想的越来越糟糕 然后你会搜寻所有的负面的证据 去证明你自己的这个想法 证明自己这个标签的正确性 听不清别人说的话去 这个时候如果作为一个人跟你说 没你一点都不傻 你会信吗 OK 这是另外一个 比如说你是那种候补队员 我以前就是那种做板凳的候补队员 然后没上场 然后你们比赛输了全是我的错 其实跟我啥关系啊 但还都是我的错 然后都是因为你我才这么没效率 全是你的错 全是你的错 我这么好的人 我这么好的能力 你看都是因为你才让我老是脾气这么不好 老是不开心 要不然全是我自己 要不然全是别人 所以就是你personalize 或者是你过分的blame他人 就意识不到这个平衡 有可能有些地方自己做得不多好 也有可能是周围环境的因素 但是你太极端了 这个就是人的边界 你是中国人很欠缺 哪些什么边界之内之外 对 Boundary是一个很好的topic Boundary的话不光是中国人 然后在美国也有 但是确实跟融化会有一些关系 有一些在家庭那个系统里 你和你的伴侣孩子之间的那个boundary 这个边界有时候非常的模糊不清 或者会越界 家长对孩子 这个特别是中国 嗯嗯 巨婴嘛 对对 这个boundary是一个很大的topic 然后呢 确实会造成很多的问题 我现在不想做 这就是拖延症 拖延症大家可能都经历过 我以前也是拖延症患的 我现在可能还是 这个slide 因为我好久我才想起来 我要做一个slide 结果最后时间不够 又好意 嗯 然后 嗯 觉得 哎呀 我觉得自己像个傻瓜 说不定我就像个傻瓜 因为我感觉是这样子 哎 现实中搞不好就是这个 然后我现在觉得真是太生气了 我想打人啊 扔东西啊什么的 我要跟着感觉走 那我就 我就做吧 就这个就是 你让你的情绪 控制了你的整个人 就是你跟着情绪走 你情绪怎么样 你就人就怎么样 但这样就会产生很多的问题 因为你情绪达到一个顶点的时候 非常生气 非常呃 呃 伤心的时候 你是头脑是没有办法很清楚的 很清醒的想问题的 这时候你做的一些判断 做的一些行为是有偏差的 然后你这时候做的行为 有可能会对自己和他人造成伤害 所以我们就 有的人我们就要让情绪合理化 不是emotional reasoning 就是你自己有这个情绪 你还是给自己找个理由 你觉得还有理有据 感觉上有理有据 其实你仔细看看 你就是跟着感觉走 你根本就没有在想起他的 怎么怎么rationalize 这件事情 像很多冲动犯罪啊之类的 就是这样 就是首先分辨自己的情绪 做出个结论 然后为了这个结论 找各种各样的接口 可以是这个样子 对 比如说事后 你会给自己找各种各样的接口 但是在当时那个情境下 你可能就根本就不去想起他的 觉得我感受就是这个样子 那我就跟着我的感觉走 我感觉到做什么就走 我感觉到做什么就走 那就是另一个极端啊 那个是DBT的 就是Dialectical Behavior Therapy 的一个经典观点 我今天就没有时间讲那个 但那个就是说 人有好多种 有时候有的人非常的情绪化 就像这样子 有的人非常的理性 就像机器人 就像computer一样的 就完全没有感情 你要不就全感情 要不然就全理智 都不好 因为你能找到那个 你就想现实中的例子 都会造成伤害 最好的就是达到中间的一个 overlap 就是有一部分的情感 有一部分的底细 叫做wise mind 但那个是DBT的反应 我们今天不会讲DBT Dialectical 变症 变症 所以这是第一步 这是第一步 这是first step Catch你自己 这个第一步 C就是catch 真正的是了解自己思维的一些错误 或者思维的一些死角 就是你stuck在哪里 到底是什么问题 现在请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 我知道可能有人看过这个图片 但没有这个 对吧 对那你看到了什么 那是 你的眼神 都是看一个小女孩 就是小三个 和老婆 少女有两个角度 对对 所有人都能看到少女 和老婆 和老婆吗 可以看得到 对 嗯 对 比较难 你真的是要 你要考虑一下 我让大家 我想让大家观察一下 你自己的这个过程 我看这个图片的时候 我也是 因为我以前看过这个图片 上课的时候也学过 最后我找图片的时候 打眼看到这个图片 我说 哎这不就是个少女吗 怎么能看到一个老婆婆 后来费了我好大的劲 才看到那个老婆婆的脸 嗯 不然你能不能看到 就这是眼睛 这是嘴巴 这是个下巴 这是个鼻子 对 嗯 对 对 就完全不一样 对吧 所以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步 第二步 就是check 就是看看你看问题的这个角度 是怎么样子的 因为同一个东西 我们可以看它 通过不同的角度来看它 然后最后得到的是 不一样的感受 对吧 而且有时候可以会很 shocking 哦我是这么看问题的 我要通过这个角度来看 但是这个就是说 你打眼过去看 你不会想的 如果你不check的话 你可能看不到多角度 你如果打眼一看就过了的话 然后我脑袋里流的就是一个少女的图像 对吧 所以有时候我们的色列是这样的 过了就过了 但是你有时候你必须要逼着自己回去 冷静下来 slow down 真的是好好地去check一下 这样才会发现 哦 OK 我这个 原来是可以 通过不同角度看问题的 这个书里面提了好多种 我也是去节选了一种几种 就是灵状上常用的 或者大家可以回家自己用的方法 就是怎么去check 一种就是检查你的证据 比如说你的想法是 我是个彻头彻尾失败者 比如说你生活不顺了 有什么事情发生了 你就这么想 那你可以自己列个表格 或者自己用这个方式 帮助你slow down 去check你的想法 就是说有什么evidence 有什么证据是可以支持我这个想法 比如说哎呀 你看我这个project没做好 然后今天又被老板打 然后老板对我一直都不满意 然后已经这个约罢了我好几次了 我这个promotion也迟迟没有上去 之类之类的 就是你可以找出一些证据来支持我的想法 说我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那反对证据呢 因为你要知道这个想法其实非常的general 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啥意思呀 然后你到底有什么证据可以反对 当你真正去想 what evidence against it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还是有一些证据呢 比如比如我 我那个可能之前promote了几次 或者我还是做出了几个project的 或者说你看我还是 我比如说我带英称啊什么的 那他们还都是很敬佩我的 或者很尊敬我的 就是我的专业能力还是有的之类之类的 对吧 所以你就是真的是去 不知道这个颜色不太好 我刚才能不能看到 就是真的是去看什么证据是支持的 什么证据是反对的 就是从两方面 逼着自己从两方面去看问题 这样逼着自己去balance你的想法 这是其中一种方法 然后另一种方法 这书里也提到了 cost benefit 大家有没有 有时候会有这种想法 比如说你在学校里啊 工作上啊 包括家庭生活啊 我们都喜欢被别人仰视 我们都喜欢被别人知道 都觉得我很棒 我想所有的人都知道我很棒 然后所以你就会自己逼自己 一直在逼你 说我必须永远都做到最好 这个试图还是我家吗 其实有些人都不会有这个试图了 就我必须永远都要最好 然后呢 那你就可以帮自己看一下 哦 我意识到这个想法 这个check都是在你catch之后 才能做到 就我有这个想法 OK 想这个想法有什么advantage 有什么好处 有什么disadvantage 有什么坏处 其实我之前在讲的时候 我也提到了一点点这个balance 比如说好处某种 然后完美主力有时候 可以让你把事情做得更好一点 然后做到比需要的level 要再更高一点 可以 benefit很多周围的人啊 或者自己啊 team之类的 那坏处呢 比如说你心情不好了 觉得压力大了 失眠了 健忘了 就是你 你就整天担心这个要做到最好 但你又做不到的时候 你就会有一系列的生理 心理反应 那它给你造成困扰了 让你都没有办法集中低力了 那它就是disadvantage 但是有时候你自己就完全忽略了这方面 就光看好处 这么做是有好处的 所以我一定要这么做 真的只有好处吗 有没有坏处呢 所以有时候自己意识不到 你需要slow down 去想一下 这种balance的想法 Double standard 比如说 你失业了 我很喜欢用失业这个 我们也可以说比如说吵架了 然后你对自己说的 比如说你有一个非常ugly的争吵 跟你的家人 比如说 吵得千返地复啊 然后哎呀 你简直是自己郁闷到不行 对自己说什么 大家会怎么对自己说 我就这脾气 然后或者说对方 就这么差 对方好差的一个人 没有人理解我 没有人爱我 永远都这个样子 以前是这个样子 现在还是这个样子 就开始翻旧账 就一直一直这么想 对吧 然后你可以有很多想法 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 就可以把自己想的特别糟糕 你就是个loser 你连家庭这关系都处理不好 后院起火这样子 你还去搞什么事业之类的 每个人都会有不错的想法 然后那么再想一想 同样的事情 发生在你朋友上 发生在一个关系特别好的朋友 或者家人的身上 你会对那个人说什么 你会对那个人说 你会对那个人说 哎呀别想了 你这人本来就不咋地 这事儿发生了 还不用这样了 对 你会这么跟你朋友说吗 或者家人说吗 对吧 你会说你就是个loser 你看就是个loser 会吗 不会 这就是double staggered 你对自己很命 而且你习惯了自己很命 但是你对周围的人 你对你关心的人 你会尽可能的去support他们 去安慰他们 去帮助他们 就是我们有这种 对别人的compassion 对别人的这种关怀 然后我们就不看不得别人去suffer 看不得别人经受痛苦 我们觉得他们是好人 他们不值得被这么对待 对吧 我们就想去尽可能 让他们意识到 你是个好人 你有朋友 我很关心你 我在这里支持你 那我们自己呢 我们是怎么对待我们自己的 我们对自己尽可能的面 尽可能的坏 就那想想 我们作为我们自己一个人 我们值得被这么对待吗 可能没有周围的人会这么对我们 但是我们是这么对待我们自己的 所以我们对自己可以就是abuse呀 可以说是 emotionally abuse 你对自己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恶毒的话 你都觉得无所谓 我deserve 对吧 但是你不会对别人这么说 而且很有可能周围的人也不会对你这么说 这就是辩论的两方面 我一直要求高 我可能升职加薪 但是别人说的是 你讲别人帮我说 对 对 对 是另外一种double standard 对的 然后呢 灰色地带 这个呢 就是根据刚才那个 all-unassim thinking 或者黑白想法 对吧 有时候我们想的特别极端 要不就这个 要不就那个 就只有这两种可能 这应对方法呢 就是在check的一种就是帮助你自己去看 有没有灰色地带 或者黑白中间都有哪些其他的颜色 就是很多呀 如果你真的愿意去看 去check 去找的话 有很多 比如说如果事情没有按我想的 比如我设想的很好 完美主义的那种 或者是我就是 就是个high achiever 那我设想 这个就应该go this direction 啊 但是你知道 现实中有很多东西 我们没有办法控制 或者周围的人的反应 我们没有办法控制 你没有办法去控制别人 控制这个世界 那 当事情不按照预期走的时候 意味着什么 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这个没有一个统一答案 但是我想让大家去思考一下 当事情不按你的想法走的时候 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对有些人来说 这就意味着世界末日呀 对有些人来说这简直就是 简直就不要想了 这个没有其他任何可能性了 然后就自己已经 就都说不下去了 但是你如果考虑灰色地带 考虑中间的话 你可能就可以想 这是车里的失败 100%的失败 还是说这是一部分的成功 partly will have it done so partly success 但是 partly yeah unfortunately does not work 或者说你可以挑战自己一下 比如说那些灾难性的想法 就 如果我这个做不好的话 我就人生就完了 那你就想一下 最糟糕的后果是什么嘛 你这个做不好 最糟糕的后果到底是啥 是你立马就要死掉了 你家人就要过世了 还是说你有可能会就要工作 到底最有可能的最糟糕的是什么 然后当那个最糟糕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有没有办法handle 比如说这个project我做糟糕了 或者我没做出来 我觉得我要被fire了 我觉得下一轮就该我了 然后这如果这是你担心的最糟糕的事情了 那想一想如果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 我有没有应对方法 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我是不是还活着 我有没有家人朋友 我有没有其他的支持 我可不可以再去找一份工作 是不是这个真实是我想象的就是世界末日的 就是最糟糕的事情 就是有时候你不这么想的话 你会觉得简直是生活前景一片黑暗 完全看不到任何光亮 但是你如果逼着自己去停下来看一看 想一想的话 你就会发现 哦 其实好像也没有我想那么糟糕 但是很多人不会这么想 另外一个check的方法就是重新定义 书上也有 就问问自己 我这个想法里面这些关键的词到底是个什么意思 因为有时候这个会帮你自己意识到 哦 对对对 这个词原来是这么个意思 比如说你说我是个失败者 这个给我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那你可以问问你自己 对你来说失败者是什么 是指一个project做坏了 一个任务没有完成 或者一顿饭没有做好 还是说你这一辈子每件事情都做不好 然后就完全就zero做好的 这样才是失败者 尤其那种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到底对你来说这个意味着什么 因为当你意识到 哦 其实整件事的起因 只是这么一件事的时候 你这么去定义它 你会发现 哎 好像我这 我现在的状况也不完全符合 我对这个词的定义 那就是帮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问题 问卷调查 这个听起来很research吧 但是确实有这么一个 它叫什么survey什么东西 嗯 然后其实就是说 有时候我们会自己很很confused 我们自己就这么坚信 我们的想法 我们就就觉得我就是这么想的 而且我百分之百信任我的想法 虽然没有证据了 别人眼里看来 这根本就没证据 你就这么一件小事 你遮通了那么久 还在浴门中 但是在你看来 这就你世界的全部 这就是所有的最大的原因 对吧 那这种时候 有时候可以比较有帮助 就是去问问周围的人 哎 我是这么想的 比如说我觉得 我就是个loser 没有或者我觉得 没有任何人喜欢我 对吧 就我不受欢迎 你看没朋友 然后之类之类的 然后你你坚信这种想法 你找所有的那个 那个negative evidence 去证实这种想法 你坚定不移 但当你去问你周围的人的时候 周围的人可能很很吃惊的 会给你一些 你所想不到的一些big back 我以前带小组的时候 就经常会有这样 有的人自信心特别低 觉得自己完全就没有任何优点 但是有时候我们就问他 要不要问问小组 问问其他的成员 他们还不是你的朋友 只是大家一起这么聊过几次的人 然后看看他们怎么看你呢 当我们open up之后 你会发现其他的人 经常会给非常amazingly good feedback 他们会就说 你看你这个人非常的caring 你非常的关心别人 比如说我刚来小组的时候 我一个人都不认识 你是第一个跟我打招呼的人 我到现在还非常感激 对吧 但这种事情 作为这个当事人来讲 他是根本意识不到的 因为他的眼睛 他的内心都不在那里 他只看着自己呢 所以你有时候去问别人的时候 你会得到很好的 非常中立的一些好的结论 然后你就会发现 我的想法不完全正确 或者别人原来看我 和我自己眼里看我自己是不一样的 这就是问卷调查 你可以问朋友 问家人 问同事 问你能想到的人 然后这个 我很喜欢这个图片 就是说你对自己有多了解 对吧 然后 有时候你对自己的自我评价 其实不是很准确 然后 如果他反过来 其实也挺好的 就是你是个狮子 但是你看到自己 镜子里的是个猫 这个也很常见 对吧 就是你自己能力很好 但是你看自己只是一个 一只猫 什么都干不了 对 这个是另外一种啊 就是 我是个猫 但是我自己觉得自己很棒 所以我可以做很多事情 这有时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其实 但是第三个C呢 其实就是Change 感谢大家收看收听我们的一三说栏目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收听观看转发我们的栏目 我们的栏目在YouTube频道上 你也可以在喜马拉雅 Spotify iTune等各种频道找到我们的音频视频 心理科普栏目 谢谢大家的收看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